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ark Waters 2019年的电影《黑水风暴》 现在台风过境了 应该说台风擦边而过 外面正在下雨 某种程度上我也是一种看天吃饭的职业 不管怎么样播客还是要继续 如果这一次的杂音比较多 还请多多包涵 和以前一样 先来讲一下这部片大概在演什么 这是一部剧情片 描述美国西维基尼亚州 发生大量牛群死亡 疑似水源污染 市主向有关单位陈琴 认为化工厂有问题 可是他没有办法让杜邦公司吃官司 反而自己吃了不少闭门根 于是这位市主就找朋友的亲戚的朋友的亲戚 很会找 找到一位企业委任律师 可能愿意承接这一项环境污染的诉讼案 可能愿意接 毕竟你知道打自己最大的客户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何况最大的客户就是杜邦公司 几十年来的文件资料数据 几乎活埋了那位律师 太多了 好消息是初步研判杜邦的专利涂料特弗龙 制造过程中确实发生重大疏失 他不幸的是 一旦进入漫长的诉讼程序 没有人知道是否能够等到正义波云见日的那一天 Dark Waters 很重要 讲两遍 因为少一个S 变成Dark Water 那就是鬼水怪坛 不一样 Dark Waters 是黑水风暴 少一个S 是鬼水怪坛 今天要分享的是黑水风暴 这部片 Focus Features 出品 Todd Haines 导演 Mark Ruffalo Ann Hathaway Ann Tim Robbins 领前主演 三位大明星 电影故事 来自Nason Elridge的专文 他之前有写过一篇专题报导 The Loyal Who Became Tupont's Worst Nightmare 那位律师成为杜邦公司最害怕的噩梦 他的报导就在讲这个 2016年 这篇报导发表于纽约时报 在讲追查真相讨公道 也就是电影来自真实事件 不过呢 案情在这边少油少盐DGI 电影选择的方式增加诉讼背后的人情冷暖 与其说引人入圣 不如说引人反思 是一部值得想一想的电影 电影资讯 Dark Waters 黑水风暴 追及黑水真相 黑水 那位律师成为杜邦公司最害怕的噩梦 在这边都是指同一部片 名字非常多 再讲一遍 Dark Waters 黑水风暴 追及黑水真相 黑水 那位律师成为杜邦公司最害怕的噩梦 都是指同一部片 好的 休息一下 听听音乐 最后一会儿 波子最害怕的噩梦 也正期是大… 慘了 却明详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阶段 一如往常写下一些随笔 于目观后感 看这部片让我想哪些东西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触 Dark Waters 这个名字有一个Dark 但是意思非常的直白 所以不用破题的时候 我们就来聊一下幕后花絮 以我查到的资料 有几则还蛮有意思的小细节 跟你分享 这部片在制作的时候 有考虑过另外一个名字 Dry Run 也就是案发的地名 当地的名字Dry Run 为什么不用这个名字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相信你有想象力 应该可以想象背后的原因 再来电影序幕 电影一开始的时候 有特别标注1975年 在Parksburg 厄亥俄州和西魏基尼亚州的交界处 一个地方叫Parksburg 年轻男女开车夜游 出去玩 很开心 跑去干嘛 跑去玩水 不知道水里面有什么怪东西 可以说电影一开始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非常悬疑的故事 希望你看过这部片还有印象 同样的在1975年 这个世界上有一部电影叫大白沙 第一幕也是年轻男女跑去玩水 不知道水里面有什么怪东西 的确 可能这两个东西只是巧合 也可能是像经典致敬 什么东西很可怕 水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很可怕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最可怕 那么讲到幕后花絮 附带一提我自己的一个小印象 这是私房幕后花絮 这部片的演员名单里面 有一位我很欣赏的演员 叫Bill Camp 在这边 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是演牧场的苦主 也就是四主 也就是他 很多牛死掉 这位四主在电影里面是一个角色 但是在真实事件里 却有其然 Weber Turnon 1942年到2009年 这个人 他在杜邦事件开了第一枪 Bill Camp 这位演员 他的戏龄超过30年 全是这个苦主 四主 非常的到位 Bill Camp 一直在我心里面 是个最佳配角 任何戏剧 只要出现他 和主角 有对手戏 你会强烈的感受到 屋子里面真正的主人 是他 不一定是主角 是他 比方说 他在这部片里面 演那个牧场的四主 到律师事务所求情 严格来说是求情 他看起来像陈琴 但是他有 我是认识你 那个谁 认识我 他是来求情的 可不可以帮帮忙 或者后面一点的剧情 他在家乡描述牛之 怎么样的死亡 怎么样的悲惨 描述案情 不管是哪一段戏 很明显感觉出来 他是由备而来 他不是想到在讲 不是先射箭再画吧 他是非常的了解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如实陈述 而且他的心理层面 不是要钱 并非求财 而是求真 他讨公道的 也因为这些条件 遇到这样的苦主 会想要认真听他把话说完 那种感觉 类似某些电话一接 仔细听 马上会意识到 这个电话不能随便挂断 这个就是 Bill Camp这位演员的功力 如果你是年轻影迷 不妨回想一下 后裔器兵 The Queen's Gambit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年轻影迷 应该都有看过那套剧 后裔器兵 Bill Camp在里面演 老公友 教这个女主角下西洋棋 其他的细节 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 所以 Bill Camp就是他 我每次看到他表演 就觉得很有感觉 有的人 天生做不了主位 可是说到支撑位 辅佐型 他绝对是第一人选 这是非常奇妙的 Dark Waters这部片 有关杜邦环境污染事件 改编至真实事件 我每次遇到改编至真实事件 就会有尴尬的感觉 总觉得既不是真的 也不能说假的 需要科普一下 也就是说杜邦公司的专利涂料 特弗龙 在这部电影里面 疑似疑似被妖魔化 特弗龙有毒 特弗龙杀人 还有那个小道消息 电影上映当天 杜邦股价跌了七个百分点 不知道 有没有人先知道 那么这些细节 说真的 特弗龙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 意思就是人造的 不是天然的 它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东西 做出来之后 成品的状态非常稳定 不会影响人体 就像那个前男友 不管再讲什么 我都已经没感觉了 但是不会有影响的 但是特弗龙的制作过程中 会产生有毒废水 制作过程中 因为制造特弗龙的时候 制作过程中 会产生高温 热到爆炸 这是很热的意思 不是说会爆炸 非常的热 整个过程必须在水中进行 可是 孵化物这东西 在水中可以说是无情无爱 必须找一个媒婆来戳合 才会有爱的结晶 也就是在电影里面看到的PFOA 所以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产生的废水 非常的毒 是杀人元凶 就是这个有毒的废水 害死人 后来怎么样呢 排放废水违反标准 含量违反标准 甚至自己订定标准 类似球场如果太小 打球的时候容易出界 那就把边线重划一遍就好了 整个球场看起来就很大 我相信这些东西 你在电影里面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遇到这种不真不假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它是真实事件改编来的 但是改编来的就会有戏剧元素 跟真实事件的细节 两个东西混合在一起 有那么些不真不假的时候 我会说看电影会长知识 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些东西 好比说听这个播客也是会知道一些的 听起来还不错 这叫做看电影会长知识 相反的 如果说长知识是靠看电影 反过来的话 我所有的知识来源都是电影讲什么 我就觉得那应该是这样 这样就有点危险哦 好的 休息一下 听听音乐 听听听听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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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导演Todd Hans 我相信你也是非常熟悉这个名导演 美国名导演 他的电影Carol 因为爱你 Far from heaven 远离天堂 好像昨天才看过一样 记忆犹新 就算这一次 很认真严肃的在讲污染事件 我们还是会期待看到一些老时光的东西 因为这Todd Hans的导演 他有这样的导演风格 不管怎样 什么样的故事都会带一点旧时光老时光的东西在里面 那么这部片有提到老时光吗 还是又来了 我在那边自以为是的脑补呢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问题 这样说吧 有些人可以放在心里磨碍 有些事没有办法独自完成 即便一生玄命也是不够的 还需要很多人帮忙 乃至于机缘巧合运气都有关联 整件事才有可能完成 的确哦 讲到这里该举例了 男主角跑回老家 找奶奶确认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真的有人认识你拜托你要打官司 找我这个孙子 还是他在外面就是用社会经验 我认识你奶奶啊 你知道的怎么样 到底是真是假 男主角跑回老家 奶奶确认 有没有这件事 你知道的 老人家讲话不会只说有或没有 他会顺便帮你温习小时候的点点滴滴 你这事情先不要急啊 我记得你小时候有没有去过那个什么教会啊 那时候那个叔叔那个谁啊 就会帮你复习你小时候发生过哪些事情 然后差不多绕了宇宙七圈半 告诉你这个忙是真的 而且这个忙必须帮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次序 我在男主角的奶奶身上就看见有决定的起点 一个重大决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像马拉松需要有人鸣枪起跑 耳朵听到明确的讯号 心里觉得 既然奶奶都这样说了 无论冒险之旅还是奇幻之旅 就从这里跨出第一步 对我来说 像这个细节就是比较老时光的东西 也是比较人文的东西 纵使是在一个法律诉讼的电影里面 还是会看到导演会做这方面的东西 再来 男主角的老婆 待过法律圈 她知道有些案子一旦开始 就会三年五年十年 三年五年十年 十年都过去了老板 这样下去和守活寡没什么两样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 身边的人会比当事人更早觉悟 更早察觉到一些东西 愿意帮忙的话 心里已经有所觉悟了 是更早觉悟的 夫妻之间今天不讲爱 讲爱总是感慨 至少让家的屋顶 还留在原来的地方 盘子里继续有吃的 可是这诉讼一打下去 三年五年十年 会累的 铁打的感情也是会疲惫 就因为导演是Todd Hanz 我才会在片子里面看到 夫妻之间那种人情事故 夫妻之间也是有人情事故的 也许对某些观众来说 这些情节好像在拖累整个节奏 它不是在办环境污染的案子吗 怎么会在讲夫妻之间呢 开什么玩笑 我又不是来看家庭伦理片的 其实啊 有这些情节 才会有真实感 无独有偶 老婆之外还有老板啊 律师事务所的大当家 每次讲到律师 就一定要来一个 那个经典的段子 你知道的 律师和金虫 有什么样的共同点 律师 金虫 两东西有什么共同点 律师和金虫 都只有三百万分之一的几率 成为人 好的 天底下有几个老板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更别说状告自己律所最大的客户 有几个老板会这样说 但是这里还真的就出现一个哦 全力支持男主角追求公平正义 也可以说律师事务所有时候也是会搞创意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说有些事没有办法独自完成啊 这里除了男主角本身追求公平正义之外 他身边还有奶奶 老婆老板默默的从旁帮助他 其实也没有很默默啦 大家看到老婆就知道了嘛 那在人家其实会疯掉的耶 这不可以就这样了耶 房子也不管 家里也不管 小孩也不管 可是没办法啊 老婆自己也做过律师嘛 他知道那个东西 他也知道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啊 只能在心里面挣扎徘徊啊 这是很辛苦的 那老板当然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男主角运气也太好了 这好得不得了啊 可以遇到那样的老板 确实是这样 刚才有聊到嘛 有几个老板愿意支持公司同仁 打自己公司最大的客户 有几个老板会这样做 对我来说 这些细节 这些东西就是老时光 它不是一天两天的 它是持续存在的 有些东西 不管过了多久都不会改变 换句话说 有时候 你不会特别羡慕某个人的底韵 而是羡慕他的基韵啊 看过一些电影啊 又一次看到漫长的诉讼过程啊 令我想起自己的转变啊 我以前总觉得拖延就是拖延啊 代表有人把事情放着不管 之后再说 后来啊 我才慢慢明白 拖延其实是一种处理方式啊 想象一下自己是故事主角 我们都有机会做主角嘛 满满的斗志 讨公道 或者追梦 或者追爱 任何你相信的目标都好 追求 奋斗 于是呢 有线索 有进展 时间带来很多东西 相对的 人会老 心会累 时间呢 也会带走很多东西 时间会带来很多东西 时间也会带走很多东西 换句话说 当你在旅途中遇到所谓的敌人 他不用打赢你啊 他只要让你输给时间 这个敌人就赢了 也许自己这辈子 并不想要去跟人家争什么输赢对错 却遇到那么一件事情 自己就是念之在之 就是想要把这件事做好 我觉得啦 这是值得的 如果能够留住那段时间 也就在那段时间里 完全的燃烧自己 也就会知道 自己真的走过 真的活过 好的 介绍到这边 分享到这边 Dark Waters 2019年的电影 黑水风暴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觉得导演 Todd Hanks 在这里加了非常多分 就是这样一个事件 我也不能说任何人来拍都可以 但不是那意思 就是说他可以 一五一十的把这事情讲完 但是因为导演不一样嘛 所以他会在讲故事的口气上 多一些人情冷暖 这样的方式会让整个电影 整个故事更有温度 更有厚度 是我个人觉得他蛮好看的地方 好的 文章就在网站上 欢迎浏览 也欢迎上网搜寻 雨目观后感 雨目散文故事 两个都可以搜寻得到 今天先到这里 祝你顺心平安 健康平安 谢谢 谢谢